哈喽,大家早上好啊,我是小康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8点3个字 早晨呢,清迈呢,蛮热闹的 非常的多车 那我现在呢,是在前往拜仙的路上 然后拜呢,距离清迈还有大概120多公里 今天是起不到啦 因为要经过一座高山 所以百多公里是没办法到达啦 那今天就会慢慢骑 然后等下看骑到哪里,天黑的时候 就找一个地方落脚吧 这里的早晨哦 哇,真的是超饱满的 他的车辆哦 超多的 幸好的是他的旁边这边呢 他的这个Motorland是蛮大条的啦 然后他的车辆呢 也没有很快 所以骑在这个Motorland这边呢 这个是蛮安全的 现在是泰国时间早上9点钟 我停在了一个大路旁的饮食档口这里 先吃个早餐 那我点了一盘 这个是 他是叫Krispy Bok啦 应该是烧肉的炒饭 然后 这边就没有Taping啦 所以 只能喝白开水啦 那么这边泰国人哦 他们吃东西哦 这些水全部都是自己拿 然后免费的 然后呢 我喜欢泰国的一样东西呢就是 你去到每一间 吃东西的地方呢 他都会有很多这个酱子 每次都会把这些酱子呢 每一个都Try一下 然后还有这些 你看 蛮多东西的 我现在呢是转进了一条捷径 这条捷径呢能够省下我大概四五公里的距离啦 这里的车辆呢就没有很多啦 但是他的路呢就 非常非常的小条啦 他的路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小 这边 这边基本上 都是 绿色的 之后啦 旁边两旁都是绿色的 然后 9999这样就会出现一些cafécafé 这个 我这边应该是到一个 住宅区了 蛮漂亮的一个 相见小路 我跟你们讲哦 我一路骑着这个小路的时候 我都会一直看到这个 Aerotic Garden的这个 路牌 色色的花园 那这种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东西 当然是要去 参观一下的啦 现在就 前往这个色色的花园啦 现在是来到了这个 色色的花园 但是 他的入门票呢 有一点点的贵 一个人是 200泰铢 Normally的话是300泰铢啦 他是有包一个tour跟那个 免费的饮料啦 啊 在考虑着要不要进去好呢 哎呀 最后呢 我还是 很小心 付了200泰铢来参观这个 色色的花园啦 因为毕竟这个 在马来西亚 是 不会出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有他的 来参观的那个价值啦 那这个主人呢 他也很热情的招待我 然后还给了我一瓶 这个 矿泉水 OK 以下的画面呢 可能 如果有小朋友看的话 就儿童不已啦 需要 家长陪同啦 这边里面就是 他的花园啦 一进来呢 就看到很多这个 男性的 生殖器官 蛮漂亮的一个花园 打理的很美 这里整体上的 花园的环境呢 其实是 蛮不错的 他非常的 安宁 我是蛮喜欢的啦 看还有种满 很多这个 这是槟榔吗 应该是槟榔树 就一边走一边看看 有什么惊喜吧 这边有一个 贝壳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是 代表着什么吧 然后这边 还有这些雕像 这个 这个 会 令人 胡思乱想吧 哇 看 他真的是 有把它 雕出来的 那个部分 然后后面这边呢 就是男性的 生殖器官啦 这边 这边有些 这个莲花 莲花是代表什么 汉包待放吗 应该吧 这边是 是 鲁头山 可以去包一下吗 可以去包一下吗 在这个花园这边呢 他还有很多这个 色色的这个雕像 然后刚刚 的导览他说呢 这个呢是他们这里 比较出名的啦 就 他叫做 Dreaming什么之类的 就在做梦的一个雕像 看了我竟然不知道会不会也做梦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 螺体的雕像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 就是 黄金的 屁屁 给你们看 这边呢 那一间就是他们的厕所啦 然后他刚刚 还收了我这个 这一棵树 OK 你们就 自己想象一下 他长得像什么啦 这边有一些 这个也是一个屁屁啦 那些水果呢 全部 这边里面 这个花园里面的水果呢 全部都是有他的 一个 名字的 你们就自己想看 他是什么意思啦 这一个 叶子呢 其实是 大麻叶来的 在 泰国种大麻呢 他们说是合法的 等一下 这个主人呢 他会泡 一粒小杯的这个大麻茶 就给我尝试看 他说 喝了整个人会 很 高 然后会 整个人就会很放松 人生中第一次要尝试大麻 有一点 紧张 嘿嘿 这杯呢 就是 我的 大麻茶了 现在要来 试试看 这个大麻的味道 究竟是怎样的呢 试看啊 很辣 喝了过后 就一般吧 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这间 色色花园的规模呢 其实 并不大 它就是 这样子 小小的一圈 然后 然后刚刚那个主人跟我说呢 入门票只需要买一次就够了 下次如果我还要再来的话呢 是免费入场的 可以来这边休息 来这边喝喝咖啡 那现在是 早上11点 三个字 然后现在会先在这边 休息啦 那等下 中午12点的时候 再继续出发吧 现在是 泰古时间 中午12点了 已经 休息够了 是时候开始 出发了 话说这边的 风景 蛮不错的 这边有刀田 然后那边也做 高山 希望我等一下要爬的不是那座山啦 因为那座看起来是蛮高的 然后现在 远着 这个 相见小路起行啦 然后 起到外面呢 就会 撤回刚刚的 小路啦 现在 差不多是 午餐的时间的 等一下在 路上看看有什么东西好吃 就吃个午餐吧 啊 蛮不错啦 这边的地方 这个环境 过了一个木桥 哇 喔 喔呦 啦啦啦啦啦 喔呦 啦啦啦啦 喔 7格啦 OK 这边出去呢 就是小路啦 我现在骑着的这条小路 它的风景真的是意外的漂亮 刚刚经过了一些稻田区 然后它的稻田那边是有很美的山景的 感觉就有点像是在台湾 然后沿途上呢 还有很多我觉得是蛮有特色的咖啡馆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resort之类的 感觉有点像是这边算是旅游区了 但是没有看到半个游客啦 然后它的路呢是蛮好走的 那这条路呢 它的长度大概是25公里左右 如果你们在谷歌地图上哦 你们找从清迈前往派的路线 带那个行人的走道 它就会带你来走这条路 它的风景真的是蛮漂亮的 来到了一个说服的寺庙 拍一下这个说服 哈喽 蛮美的啦这条路 我蛮建议大家来这边骑行或者是徒步的 这个就是小路沿途上的一部分的稻田的风景啦 我刚刚呢是经过了一整片都是金黄色的稻田 哇那一片真的是超美的 这边的稻田呢它的山景就没那么漂亮啦 刚刚在过来的路上呢那边的山景真的是很美很美的 这个小路我超爱的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 我从小路呢起出了这个前往派县的主要公路啦 但是啊这个主要公路哦 其实跟小路也是差不多啦 还是这样两条小小的land 然后没有什么路间的 那在我前面呢 这边呢 那一座山应该是我等下要爬上去的啦 那在上山之前呢 我先找一个地方吃一下午餐 填饱肚子才上啦 沿着这条路在一起不久呢 就是会上山的 然后我在上山前的一间 这个算是早后店在家买饮食的小档口吧 然后就点了一盘这个猪肉炒饭 然后没有dipping啦 就是被摆开水 那等下吃饱过后呢 就会先去买一些干粮啦 带山上 今晚很有可能呢 就是在山上的某一个角落过夜啦 要准备一些食物 现在是泰国时间下午三点钟 那刚刚呢 是起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啦 那这座山呢 它的山路其实是蛮斜一下的 然后又加上我已经太久没有骑山路啦 所以是骑得非常非常的喘啦 那已经是放了一号崖在骑啦 但是还是骑得非常非常的慢啦 那现在呢 我是在这个半山的一个亭子这边 先休息一下 等下再继续爬山啦 那这个 这里的这个海拔呢 已经是720多米啦 已经是蛮高一下的 现在呢 是来到了下山的路段 然后沿途呢 可以看见一些物质 我感觉上这些应该是 这边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吧 有一点像金马伦大巴路 那边的原住民的物质 那偶尔呢 还会看见一些咖啡厅啦 然后现在这个路段呢 是 一直都在下着去 是蛮漂亮的这边 下山的话就很爽啦 刚刚上山的话就起到半时了 等下这边下到晚过后呢 又是要再起回来的 又要再起 不是起回来 起上山了 我在路旁的一间餐厅 先吃个晚餐 然后等下再继续起行 那我点了一个 这个是九层塔 猪肉饭 九层塔饭呢 是我在泰国其中一个 最喜欢的美食啦 那等下吃饱过后 这边距离还有大概4公里多 会有一个观景的地方 今晚应该会过去那边扎营啦 现在是傍晚5点3个字 正在骑着去那个观景台啦 那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呢 上山下山各起了两次 所以就是说是经过了两座山啦 然后现在前往观景台的路段呢 这4公里全部都是上山路啦 骑到上面的时候 应该大概会6点了吧 现在是泰国时间傍晚6点钟 我已经是搭好我的帐篷啦 就在这个空南观景台这里 这个就是我今晚露面的景色啦 你看那个山景 几漂亮 我刚刚起过来的 该不会就是那座山吧 如果是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很想叻 超美的 这边哦 下面就是我刚刚上来的路段啦 明天呢 我就会顺利去到拜仙啦 距离这里还有大概50公里左右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 我们下一个Vlog再见啦 拜拜